又到暑假了 各位家長計劃好暑期活動了嗎? 留意有型廚房就能幫到你們了 新一篇暑期親子篇 請來不同的星級媽媽 教大家做簡易的親子料理 還會分享她們的育兒心得 記得留意了 大家好 歡迎收看有型廚房 今集我們邀請到口罩小姐阿姨 徐仙玲去做我們的嘉賓 大家好 我是阿姨 我女兒真的很喜歡吃甜品 尤其是士多啤梨女兒 所以我今天帶來的甜品 就是士多啤梨冬甩液奶凍 聽起來也很吸引 是啊 其實因為我是一個working mom 預備這個甜品的時候 除了想要健康 有營養 女兒喜歡吃之外 最重要的是什麼呢 就是要快 沒錯 我預備這個甜品的時候 我記得大概用了10分鐘 就可以完成了 10分鐘就完成了 是啊 即是混合了可以放進冰箱了 是啊 看看你刀工如何 好啊 吃到你了 看看你 那我們一起看看材料和份量 首先 預備了清水 我們就要將魚膠粉加到清水 在那裡的 然後呢 魚膠粉呢 因為它放進去很容易凝固 所以我們加的時候 就要像鮮女散花一樣 是啊 一邊攪拌呢 你會看到魚膠粉就開始融的了 你會看到它有少少泡的 不用怕那些泡的 因為待會放一會就會沒有了 不會影響冬甩的外觀 很快就融了 不一定要暖水都已經融得很透切 是啊 因為魚膠粉 它就是比較容易融的一種粉 嗯 那再攪拌幾下 我們就會把它放在一邊一分鐘了 在這個這麼好的時間呢 就要切我們的士多啤梨了 那這裡我們就先切一刀 這個位置一開二吧 然後這個定的呢 你可以選擇挑走或者方便一點點 這樣批走它 以快速一點的切的方法呢 就是這樣 兩刀 那我們切粒粒會比較有召口多一點 大概切四粒左右的了 那我覺得就夠了 那小朋友平時喜歡吃甜品呀 當然喜歡啦 Rika 我女兒超喜歡吃甜品 那有一次呢 他就不斷求我啦 讓他說要吃糖啦 那但是我就覺得 唉 吃糖始終不是那麼健康 有什麼方法呢 那我就看到 這雪櫃有士多啤梨 就拿了一些士多啤梨出來給他 不過他真的很喜歡吃 還喜歡吃過一些糖 所以我就研發了這個 士多啤梨的奶凍給他吃 你知道的啦 很怕他病的嘛 一病的話就會做很多的checking 那所以呢 士多啤梨就有豐富的維他命C含量 增強它的抵抗力 令到他沒那麼容易生病 家長也沒那麼擔心 是啊 還有聽聞士多啤梨 好像是一些低升糖的食物 都可以穩定情緒的 是不是呢 是啊 因為根據這個報告說的 小朋友如果吃了很高糖分的東西 其實很容易引起他情緒的波動 那如果是低升糖的話 小朋友吃完之後 就既有營養 又不會牽動到他突然之間 很興奮 或者很控制性的情緒出現 那真的很適合小朋友吃 是啊 很適合媽媽給小朋友吃 令媽媽可以開心一點 舒服一點 小朋友吃完會乖 接下來你會看到 魚膠粉和水已經有點瓊瓊 那我們在這個時候就會加鮮奶 還有士多啤梨奶 看到顏色就覺得很開心 是啊 然後就可以加砂糖 砂糖這一點 因為每個人的口味都不同 喜好都不同 所以就可以儘量地加 純粹是會影響到它的甜度 那就會影響到甜品的質感 你會看到好像有一顆粒在這裡 那不怕的 因為一會兒我們還會把這個漿加熱 加熱完之後 它就會形成一個比較滑滑的漿 即是更均勻 所以你現在要 沒錯 之後就開中小火 一邊攪 就會令到魚膠粉一邊溶 大概去到溫度60至70度 或者你真的攪在底下 少許砂糖粒或魚膠粉的粒粒都沒有 你就可以關火了 自在它是真的完全溶掉 嗯 然後就要塗油在我們這個冬甩帽上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我們要稍後脫掉冬甩出來 在脫掉的時候 為了令到冬甩不要爛 而且脫掉得更加快 我們會塗一點點生油在這裡 其實起初踏入這個娛樂圈之後 我都曾經試過是會覺得時間很不夠用 認知不下或者自己好像不回心理 但我發現最重要的就是要去投入每一行做的工作 例如我照顧女兒的時候 我就全程投入 我現在是一個媽媽了 其他東西我就暫時放在裡面 例如我拍攝的時候 我也會把媽媽的身份暫時拋開裡面 我會覺得可以更加全程投入工作裡面 令到自己沒那麼大壓力了 接著就是要把這個士多啤梨奶漿倒進去 我們就會把它放在雪櫃裡 大概是三個半鐘 那視乎你雪櫃的溫度 哇 阿姨 這次你教我們做這款甜品 真的很有趣和很漂亮 各位家長不妨都跟小朋友一起試一下 我們下集見 拜拜 下集見 我們下集見